如果你初学的话 我建议你先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Change Layout的地方点一下 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Linear Layout 而且是Vertical Vertical就是垂直的 Vertical垂直按确定 先把它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 这个再把它删除 我们重新布局 我觉得用Linear Layout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你可以看到旁边也会有个图 告诉你什么 Linear就线性 它会从上到下 往下排列 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一个Test View 丢进来 第二个是一个Button 丢进来 它会一直往下排 你在增加其他东西的话 它就会一直往下排 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把它选这里删除 或者选这里删除 我比较习惯是用这边 盖药 这边可以把它往下 盖药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否则将来你画面上 布局很复杂的时候 就会太混乱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要更改什么呢 比如说Test View上面的名称 比如说里面 我要放的不是Test View 我是要放什么呢 我要放里面的字要放成什么 请按按钮 告诉使用者 你按一下底下按钮 按右键 右键里面有个叫AdTest 把里面的文字怎么改成 请按按钮 确定 上面就出现了 请按按钮 当然你字可以放大 Test Color Test Size 这边都可以更改 OK 然后呢 底下这个Button的话 请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按右键 AdTest一下 改成叫确定好了 这样它外观就更改 外观更改 OK 再来的话 更改完之后 请你再按右键 请你把ID给改一下 如果你ID没改的话 它这个地方 你等一下写程式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叫什么 你干脆给它一个名称叫T01好了 T01按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 它会给你一个什么 R的一个资源档的编号 按确定 这个底下这个叫按右键 AdID给它叫B01 按确定 好 所以呢 我们最后呢 就改这样 那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 请你在这上方按右键 Change的要 改成Linear的要 二 请你在这边 把这个 原来旧的那个删除 布局一个 Test View 一个Button 它的 上面的名称 叫请按按钮 确定 名称的话叫 Adid T01 B01 OK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 写程式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上面的文字 改成 您按下按钮 就这样子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范例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哦 谢谢大家